让音乐和故事来一场宁静的交流 欢迎来到想乐播客 那年的深秋 顶着灰灰暗暗的天 冷冷的风 从天安门 一路走着走到了地安门 从地安门西大街 再穿过荷花市场 走到了酒吧街 沿着石刹海一路走下去 街上的行人越来越多 脚步越来越快 大家似乎在趁着秋夜降临之前 风越来越大之时 找一家酒馆什么的 躲进去听听歌 吃个饭或喝两杯 石刹海是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里有时候人潮日落 有时候却细数冷清 待在北京的这几个星期 有好几天都会在街上走着走着 唯一中就走到了这里 或者经过这一带的时候都接近饭店 也或许是这里的音乐氛围太好 总不会说是因为秋天的情绪 适合找一个 去散孤单的场合来伪装自己 来到经常灌顾的店 把背着的香气包包往脚边一放 点了吃的喝的 就等着吉他手和歌手调好了音响 开始一夜的感性 那年头流行unplug不擦电的纯粹 一把吉他一把嗓子 就能把情感用音乐娓娓道来 我喜欢这样的呈现方式 表演者不会太油 就很单纯的唱着歌 也不炫技 有时候有一点小瑕疵 但顺在简单不做作 那时候 北京的酒馆里还流行着演唱 台湾和香港歌手的歌曲 反而内地的音乐作品比较少 如果有 也是一些歌手或乐手 自己创作的作品 又或者是民谣 再不然 就是在一些比较摇滚风格的酒馆里 能听到中国摇滚的经典歌曲 诸如吹剑斗尾等的作品 我对中国摇滚的接触不多 当时的共鸣还是比较少的 所以台湾香港的流行歌曲 当时听起来还是比较有亲切感 情绪也比较容易融进去 当时还没有流行北漂这样的词 也不知道台上的表演者打哪来 但每次听他们的歌 总能感觉到一些生活中的粗糙 粗糙这件事就很对我的味 我不太喜欢细腻 太细腻的东西会让我浑身不自在 但是粗糙 却能完全让我进入那个状况 也不是说非得一把歌唱得嘶哑 过度的嘶哑也是一种刻意 反而平淡的歌声里 偶尔出现一些裂缝 一些干涸 才能让人感受到那份真挚和朴实 台上弹着吉他的乐手 没有长发 没有皮夹克和皮裤 脸上没有妆容 表情还显得有点干 台上的歌手 没有浓妆 没有夺人魂魄的眼神 跟没有性感的衣着 两个人一身的变装 牛仔裤和球鞋 最华丽的部分 都完全表现在 那把吉他和赏音里了 有好几次甚至会感觉到 这两人在表演的时候 已经不自觉地散发出一种光芒 将自己和这个世界分隔开 很多很多年以后 从综艺节目里 接触到更多的民间表演者 间中也有不少 曾经北漂的酒馆歌手或乐手 在节目中 说着自己在北京孤身奋斗的故事 不知道为什么 只有很少数的故事会触动我的心血 也不是他们的故事有什么L儿子 但就总觉得 真正的苦和甜 很多时候已经画在石叉海夜里的寒风中 那些从嘴里说出来的 或许就真的比较像是一个故事吧 秋天 石叉海的夜晚 酒馆外的风是很大很冷的 酒馆里却相对的温暖 有人说 那是酒精的关系 有人说那是人多的关系 我想 就那时而低沉 时而响亮的吉他声 那时而多愁善感 时而跳跃 唱着生活的歌声 抚育了每一个寂寞空虚的灵魂 所以 才让人感觉到了 温度 董小姐 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 就算你和我一样 渴望着衰老 董小姐 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 就像岸河桥下 清澈的水 董小姐 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 嘴上一句带过 心里却一直重复 董小姐 董小姐 古老的夜晚 时间匆匆 陌生的人 请给我一直拦住 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董小姐 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野皮野马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就让我感觉到绝望 董小姐 这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想要的 董小姐 董小姐 这些可能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你熄灭了烟 说起从前 你说前半生 就这样吧 还有明天 董小姐 你可知道 我说够了再见 在五月的早晨 终于丢失了睡眠 所以那些可能 都不是真的 董小姐 你才不是一个 没有故事的女同学 爱上一匹野蛮 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这让我感到绝望 董小姐 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 董小姐 谁会不愿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 我想和你一样 不顾那些 所以跟我走吧 董小姐 走起来吧 董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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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